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紫蘇葉除了食大集蟹會用之外 香港人很少用來煮其他食物 但我覺得它的香味非常獨特 今天用紫蘇葉做雞卷給大家吃 材料有雞胸肉、芝士、紫蘇葉 露筍BB和紅蘿蔔 要做這個雞卷 第一件事就是先處理裡面的餡料 其實餡料是甚麼都完全無所謂 我今天選擇了甘筍和BB露筍 把紅蘿蔔切成正方形的條狀 為甚麼呢? 因為一旦捲一切開 你會看到裡面是正方形的 精神很多 當然剩下的這些頭頭尾尾 都不需要浪費的 譬如煲湯的時候 可以再放進去 讓我加一點點 好 切完這個紅蘿蔔了 然後我們就燒一鍋的熱水 在醃水裡面我們加點鹽 然後呢 我們首先就煮了蘆筍 這麼快的蘆筍就已經煮完了 其實煮它大約兩分鐘就可以了 現在就可以煮我們的紅蘿蔔了 紅蘿蔔其實要煮過一點點 如果想它軟一點的話 但是紅蘿蔔生吃也可以的 所以其實呢 看看你喜歡它吃軟一點 還是爽一點的紅蘿蔔 現在我們就可以處理那個雞卷了 怎樣捲它呢 這些雞胸肉 我們首先呢 要把它在雞胸肉這樣 切開去打開 薄一點 這個就叫做喜相飛 那些雞胸肉呢 現在已經切開了 雞胸肉呢 現在已經切開了 那接著我們要做些什麼呢 首先就是把它調一調味 其實很簡單就可以了 鹽、糖 其實糖都不用加了 我們就鹽、油、黑椒 加一點油 加一點油 因為雞胸肉的油分是很低的 所以加一點油 它的肉就會滑一點了 然後呢 我們就要把它拍扁了 拍扁它 就不是用豬扒的那種材料 我們首先呢 我們要把它拍扁 就墊一張牛油紙在砧板上 為什麼呢 因為就算把它扁扁了之後 我們也不怕說它會 黏住了砧板 好,把它放在中間 切開 然後就拍了 最好就是用鍋來拍 因為底部就夠平了 打有什麼技巧呢 其實就不是說 只向下打的 你是要打下去 再拖它過來的 那其實呢 就用你的適量的武力就可以了 在這個適量的武力之下 我們現在可以打開看看 哇 一塊雞扒已經大過你的臉了 好像一塊面膜這麼大的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它捲了 首先我們要用保鮮紙鋪上桌子 把保鮮紙鋪在桌子上 然後呢 我們就用大雞扒 不是,雞胸爐 好,你看看 有兩面的 一面就是它原本的外面 就是很滑正的那一面 另一面就是我們裡面 切過的那一面 我們就要把滑正的那一面 黏住保鮮紙那邊 這樣捲出來之後呢 它就會 漂亮一點 所以你說剛才有什麼 打穿了它 沒有所謂的 因為我們現在呢 就可以把它 這個雞胸的形狀 就把它好像地套一樣 這樣呢,將它組合在一起 因為一會兒我們會捲起來 然後再煮 這樣捲它的過程呢 就會令它黏在一起 大約把它鋪好 那你就輕輕地再拆扁它一點 如果你的心裡仍然是有點不安 就可以再加一點調味 因為在那個拍的過程裡面 其實剛才我們可能會拍走了 那些調味 那我就喜歡越簡單的調味 我就覺得越好吃 因為只是鹽和黑椒 就可以吃到那些蔬菜 和雞肉的味道了 好了,那我們就放鹿筍吧 以鬚葉 然後就拆了一個框筍吧 因為框筍其實是比較粗的 紅蘿蔔 最後就是芝士了 那芝士呢 其實你可以加也可以不加的 加的好處呢 就當然是有芝士的香味 還有它可以幫忙把整體黏在一起 不過不加也很不錯 那我今天用這個呢 是做披薩用的抹薩 來的 就看它的黏力特強 好啊,接著 我們就把它捲在一起了 每卷一下 我們都要壓實它 盡量將那些空氣呢 就全都壓出來 然後紮住兩邊 好啊 讓它變成了一條腸腸 好,那我們把這個保鮮紙 這個腸腸 紮實它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它放進熱水裡煮 就用慢火 去把這個腸腸煮熟 夠雞卷 用慢火煮了它 大約二十分鐘之後 它就變成了一個這樣的形狀 然後我們就可以切開保鮮紙 就預備定一個平底鍋 我們最後的工序呢 就是把表面煎香 我們把表面輕輕煎香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切片 然後上碟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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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這個紫蘇葉雞卷 就大功告成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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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